字幕君 字幕君 我是谁 我在哪儿 这是什么地方 祝贺你 你被邀请参加大型情景类 意志互动推理秀 唱清我是大侦探 邀请你的理由 是因为你有 性质的行动力 缜密的逻辑力 敏锐的观察力 雄辩的语言力 大胆的想象力 可靠的亲和力 这么幸运吗 唱清我是大侦探 每期一个故事 六名玩家将扮演 故事中不同的角色 角色中有侦探 普通玩家 与关键人物K 三种身份 成功找到关键人物K 几位游戏胜利 这有点意思啊 看来这个游戏不简单 我不知道接下来 会发生什么 注意 只有K可以不说真话 唱清清钥匙 代表智慧和胜利 累积数量最多的玩家 将获得全能推理王的称号 推理已开始 请开启 剧情之门 沙漠中有人寻走才不会孤单 客栈中 住了客人才不会进 行走的人总要有个暂时的落脚处 而这个地方就是 永 这片沙漠中的游客栈 这片沙漠流传着墨上花的传说 看到花开的人就可以守住爱情 这间客栈有两兄妹经营 哥哥清冷淡漠 妹妹风情万种 没有人知道他们从何而来 小二 来了 再来八斤酱香牛肉 我的量你还不知道吗 好嘞 艾将军 好食谅 小二嘞 我们二当家 有人说我们撕黑店 黑店下火哪有店 有人说包子肉不好 哪个客人没吃包 有人说晚上有苦生 我看他就是个肾 肾疾病 大漠是冷的 我的心是冷的 我的刀是冷的 我的剑是冷的 我的血是冷的 所以 福宇这位客官 您着凉了吧 这位客官 让我感受一下 你冰冷的心脏可好 我冷漠 不想和你说话 人家可是 有对象的人 艾将军好 久了 久在这了 我去给你拿新的 久了 久了 很贵的 要一间客房 最贵的 天字一号 好嘞 这位客官 天字一号房里面请 有什么不满意的 尽管说 好可爱的小朋友 去玩吧 客官 里面请 小二 小二 跟客官说 我们店什么都有 好嘞 好嘞 这位客官 让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我们店最豪华的 天字一号房 超大的空间 然后超级好的视野 四面环纱 全部都是纱 打开窗户 你就能闻到 骆驼最人生态的气味 您是否还满意啊 你可以出去了 好嘞 不能被他们站出来知道吗 好 可以摘了 可以摘了 你哥呢 你哥不回来 我哥那个 你又不知道他 每天不招家 明天应该就回来了 什么声音啊 这是 这是什么声音啊 有人吗 这位客官 您是打劲啊 还是自电啊 毕生积蓄 有没有客房 最便宜的那种 天字三号房 招呼这位客官 这对我的态度 怎么这么不热情 显然今天是我俩大喜的日子呀 这是这儿的主人是不是 这是我们的二转柜 天字三号房 没有有窗户的房间吗 这不就有窗户吗 客官 这不怎么光线一般啊 还有虫啊 这不是虫 这是 吃掉 吃掉 这不是丑 您看错 您看走眼了 好嘞 这儿呢 您只要大喊一声雷小二 马上我就出现在您的身边 好 雷小二 来了 没事我试试 好嘞 谢谢 谢谢 没事 有我呢 各位客官们还好吗 不是那是风声正常 好 今儿给我二老板娘高兴 店里所有的东西拼单大酬惠 我早说呢 你刚才不是已经把毕生的积蓄 都给了我住店了吗 还有什么钱买东西呀 这边又上了什么呀 我们这边又上点啊 孩子不见了 什么 是真不见了吗 你怎么连个孩子都看不中啊 孩子真的不见了 你知道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有多难吗 孩子 我去看看我的房间 对对对对对 我们分头回去找一找 孩子没了 嗨 孩子怎么会丢 孩子怎么会丢 天资二号房没有 三号房也没有 小朋友 会不会孩子跟我们玩捉迷藏啊 不可能 会不会是你的孩子自己跑出去了 不可能 小朋友 什么声音 没事 没事 好大的风啊 沙子 喂 看到 看到 看什么都没有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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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不了 我跟大家说 我受不了 这个方圆几十里 这个大漠里 只有我这一间客栈 小朋友肯定也跑不了 对 我的孩子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丢的 这个门没打开过 但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门没有打开过 所有人都坐在大堂 刚才没有任何的声响 孩子怎么会被带走了呢 我相信孩子应该不是自己出去玩了 那么谁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悄无声息的把孩子给带走 这家店里只有我们六个人的话 带走我孩子的人就在你们之中 拼多多 两亿人都在拼到购物APP 拼多多 提醒您本集剧套 一下午就做了这么一手势 拼了十个包子 他吃了九个 神似抑郁神犬哈士奇 我再也不能客观下去了 有被是你来找的 我虽然是当兵的身材 但是我有一颗少女的心 我亏 我们喜欢的是同一个人 不行吗 冰牙核树无芳草 你可以多看我提 我不想说话 这里是由有机好酸奶 神星更畅清 畅清独家冠名播出的 我是大侦探 我是大侦探官方合作伙伴 AI智能拍照让美更自然 全新拍照手机 OPPO A15 昂贵的 要一间客房 里面请 不能被他们站出来知道吗 孩子不见了 你怎么连个孩子都看不住 孩子没了 孩子怎么会丢 天子二号房没有 三号房也没有 会不会是你的孩子自己跑出去了 不可能 这个方圆几十里 只有我这一间客栈 我的孩子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丢的 这个门没有打开过 孩子怎么会被带走 这家店里只有我们六个人的话 带走我孩子的人 就在你们之中 马兰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晚上九点半 我一双儿女在马兰沙漠有间客栈不见了 妈妈是谁 妈妈 姓唐妈 这俩不是 在场的人有二掌柜 雷小二 还有三个我不认识的人 你们都很可疑 我呢 就理所应当是本次的侦探 我必须要找到谁带走了我的孩子 也就是要找到关键人物K 你们现在一个一个给我做一下不在场证明 推理第一阶段不在场证明 请玩家逐一陈述 时间前后时间线 自我介绍一下 我不是狗头侦探 我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侦探 所以我叫张客观 这个我喜欢 江湖中从来没有活人见过我的剑 因为我只用刀 因为我只用刀 不笑的人为什么不笑 心里有鬼 是不是K 你觉得你看我笑吗 我看你笑 你看我笑吗 这位侦探想在一开始就把案给破了 哪有那么简单 对不起 第一次当侦探比较紧张 好 各位说一下自己的不在场证明 捋一下时间线 让我们确定八点到九点半这个时间 客栈里都发生了什么 第一个掌柜 江湖莫问儿女情 你若不珍惜 休怪我无情 我就是马兰沙漠有间客栈的二掌柜 吴晴 好 好 谢谢 可以了 谢谢 这间客栈呢 是我和我的哥哥友情一起开的 各位对小店的规矩可能不太了解 让我们小二给大家讲讲我们的规矩 首先 我们店绝对不允许暴力 要打 到沙漠里面去打 然后呢 就是我们店的包子 都是非常好的肉种 你说我什么叫肉 讲完了 以上 谢谢大家 好 二掌柜收入时间线 是这样的 我这间客栈啊 是马兰沙漠方圆几十里的唯一间客栈 对生意特别的好 都住满了 所以呢 我之前一直在招呼大家 八点钟的时候 我给张客官在大厅里送了酒 然后我就回房间去洗澡了 洗到八点半的时候 我又回到了大厅继续招呼大家 就跟大家一样看到张客官跑出来说孩子不见了 那是九点半的时候 好 下一个小二 今天晚上我一直都在我的厨房里面剁肉 直到八点半的时候 艾将军进到我的厨房里面 告诉我他想吃十个包子 在那之后呢我就一直做菜 然后为大家服务 好 第三个问艾将军吧 因为我觉得你穿的有点浮夸 大漠黄沙驰骋沙场 我就是艾将军 我热爱武功 我与众不同 我十一点到的客栈 八点半的时候我在房间里觉得饿了 就到厨房 叫小二给我拿了十个包子 一直吃到了九点半 下一个和孤独 我生性开朗 但是造化弄人 偏偏我是一个孤独行走江湖的大侠 走着走着我也就习惯了孤独的行走 所以呢我的人生格源就是 我是和孤独我不太关注别人 因为在我的人生当中很少遇到别人 今天很开心可以见到各位 我是十二点十分的时候来到这间客栈的 到了客栈之后我就被带到了 环境不是很好的天字三号房 我在房间里面休息 因为实在太孤独 我就写了一首孤独探 我背给大家听听好吗 不好 孤独天下孤独人 孤独人有孤独情 孤独人生孤独路 孤独路上孤独行 一下午就做了这么一首诗 这多难啊多有文采啊 做诗不容易啊 我跟你说吧 好我八点半的时候 我实在是忍受不了孤独 就出来到了大堂 我发现呢 这间客栈今天在进行拼单的活动 我就非常想吃这里非常有名的大包子 我就把目光展向了一位女士 我想跟她一起拼多多 因为拼多多比较便宜 我想着如果跟女孩一起拼多多 我应该能吃的比较多 没想到我们俩拼了十个包子 她吃了九个 吃了这个包子之后呢 我在这喝点小酒 嗑点瓜子 一直到了九点半的时候 听到张客官大喊孩子丢了 我才知道 在这间有间客栈里面发生了 不只是故事 还有事故 还是八点到八点半之间空白 我不只是八点到八点半之间 其实我十二点十分进了客房之后 你就不知道我在干嘛 有本事你来找啊 我在写 好 邓冷漠 开始你冷漠的表演 我就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邓 都是我吗 我很冷漠 不要打断我 江湖上 总有人会问 为什么总是一个人出现 为什么你总是一个人出现 如果只有半个我出现 那不得瞎死我了 这个好像吗 好笑啊 别怪我动冷漠冷漠 我告诉你 张客官 我听说 这家店 晚上常常会出现哭声 你这孩子丢了 恐怕 凶多吉少 不要吧 我今天早晨九点 到了这家客栈 入住了天字二号房 放下行李之后 就来到了大堂 在餐桌上 打坐练功 边打坐边比心呢 有时候还变成这个姿态 还有这个姿态 这是什么功法啊 少下 是你们看不懂 直到晚上八点 我回了一趟房间 到了晚上八点二十 我从房间出来 继续在大堂的餐桌上 打坐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客栈里边 在众目回回之下 打坐了一天 恰恰在孩子失踪的时候 你走了 这样大家再重新报一下 自己的房间号 咱们就去搜转 掌柜 那我就是自己的房间 就是无情的房间 我就是我在厨房 我连一个房间都没有 我是天字二号房 我是有间客房 他的好特别啊 我是天字三号房 一号房 一号房没人住 你啊 我这个人通常比较客观 通常不会看到自己的房间 那你好真的好客观 来搜转吧大家加油 六人军委离开过客栈 真相一定就在现场 客栈一共有四间客房 两间老板房 厨房 大厅 共进八个房间 六名玩家将分组进入现场 寻找证据 并拍下照片 有间客房 这里 哇 五封密信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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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小孩吹桌子 是 吹桌子 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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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了 这有48个 就差最后一队了 这儿还有 加一 加一 将军 得子OPPO 25i 智能拍照 用你的美 俘获友情的心 送给你OPPO 25 天字一号房 这里有哪番的酸奶 找啥哥 孔明锁 二号房 冷漠的房间 你跑找到什么了 扎心功秘籍 扎心功秘籍 笔心功秘籍 笔心功秘籍 就是他一直笔心的 小心烫手 他在烧水 这个脸盆放在这儿好奇怪 这个脸盆放在这儿好奇怪 也是小孩的画像 有字 这是什么字啊 我天哪 将于三月最后一日 途经有间客栈 字要是和孤独 这个你找过了吗 这是要折起来才能批准一个字 见谅我这厨房乱糟糟的 哎呀 二掌柜 你们这个太高级了 这个客栈 还有这种 互联网家电 而且是全屋了 这是个什么呀 好像是一个净水机 但是这里面又塞了一个东西 那里面有东西 吃打瘦 吃打胖 一个胖一个瘦 哦 两个人 你看 这是不是就证明 他是这个胖胖瘦瘦呀 这就是他跟他那个同款的嘛 你看 拼多多 拼多多 你们这个店真的会做生意 因为拼多多比较便宜 这是个什么呀 这是我们家花圃 花圃 你别把我的种子产坏了 肯定藏了东西 你不让我弄 你是个有秘密的女人啊 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 你个怪人 她一直想办法让孩子哭 真是个傻呀 这又怎么开呢 啊 这个房间完全没有人来过呀 那可就是一个宝库了 不行 都 挑补 这一看就是有东东啊 10秒 动机时开始 嗯 他喜欢的是胖大侠 4 3 2 1 时间到 请离开现场 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在同一客栈 身份不数迷离 一个胖一个瘦 哎 开了 哇 这什么字啊 真的 玩家将根据搜集到的线索 就像推理 身心畅清 字路更轻 雷小二 请开始你的推理 OK 那我就开始我的推理了 首先 我和邓冷漠 先去了天字一号房 也就是张客官和两个已失踪小朋友的房间 我们在一个柜子里面 发现了三个孔明锁 三个孔明锁里面 有三张纸条 是关于张客官的 张客官 你没事调查侦探干什么 非常有用的信息啊 上面写着 命你以身为我侍族 保我安然无恙 命你 所以说这个写信的人 是张客官的上司 接下来就有意思了啊 好大人 正在搜集我受贿之证 命你尽快灭口 其右子脚底 有大拇指点在印记 由此印记者骨骼驚奇 是千年难得一遇的 练武奇才 命你速速将其带回 是时候露出我第二个身份了 我除了是个侦探以外 我还是一个无情的特工 哇 我想当个好人 我的真名不仅不客观 而且我叫做张明群 我的上司就是邓公公 这三个孔明左是关于我的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我小的时候 帮他试读 第二个任务去灭掉一个好大人的全家 帮他带回一个骨骼驚奇的孩子 第三个任务 为什么我会有这两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 是兵部尚书 甲大人的孩子 我为什么会带这两个孩子跑 因为我的一个同僚告诉我说 邓公公只让他的手下 做三个任务 三个任务做完了之后 就会灭口 所以灭甲府 是我的第三个任务 同时我看到这两个小孩子 我心里软 我想做个好人 我不想再被邓公公卖命了 所以我带他们跑出来了 侦探 我想检查一下大家脚底 是否有点在应激 不用检查 在灯笼墨脚底 你自己看见我没有好可爱 你给我解释一下好不好 从我娘的肚子里出生 脚底就带了一个大拇指点赞的一个抬起 当年我的父母把我抛弃在沙漠之中 他一定就是我当年灭门好大人家带回的那个骨骼惊奇的孩子 他当了邓公公的样子 所以当我听到他说这个的时候 师弟坐下 师弟 为什么是师弟 冷血冷漠 我一直以为邓公公是我的义父 可现在我觉得他是 灭门仇人 我的傻腹仇人 喝个酸奶冷静一下 思路畅清啊 从《若驼棚》那里 我们发现一条线索 有一个飞镖盯着一封信 上面写着 我会带着孩子们去往千里之外 一个绝无可能被发现的地方 等你会和 凶 这个K他不是一个人在作案 这里有凶的 只有雪了 这件事情我想听一下 雪无情 你认吗 我完全不知道 后来我们就去了 艾将军的房间 我发现一封信 是友情写给小艾的 上面说到 我心病暂生 无药可医 大夫说 唯一治好我心病的方法 就是找到七七四十九队同男同女 待我心病去除之时 你我方可得偿所愿 你还笑艾将军 你都干了什么坏事了 接着我们就在他的柜子里面 发现了序号一到四十八 同男同女的牌子 你们把孩子们怎么了 可以看出来 他已经集齐了前四十八队同男同女 只差最后一队了 我再也不能客观下去了 艾将军解释一下呗 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疑点 我个人还是觉得很幸福 幸福 没错 我虽然是当兵的身材 但是我有一颗少女的心 我对一个人情有独钟 这个人 就是她 有情是不是 就是她 她说的得偿所愿就是 你要跟她结婚是不是 没错 明天就是我跟有情的大婚之日 我跟有情是十年前认识的 有情对我特别好 我只有在有情面前 她不把我当成一个男人婆看 我们俩在一起相处六年的时候 我很着急她为什么不跟我表白 我就直接把刀架在她脖子上 好有女人味啊 她吓跑了 吓跑了 我承认她被我吓跑的那一刻 我很伤心 但是后来我看到她被我吓跑的样子 我觉得好可爱 我平时在军舞 完全看不到像她那种帅的男人 她刷牙 她洗脚 我们军营里都是粗糙的大老汉啊 什么都不会不讲卫生的 她就是因为讲卫生 她就是因为她刷牙她洗脚 所以就爱上她 这样我也魅力无限好不好 她没答应我 我不是很着急吗 然后呢 我隔三差我就去骚扰她 后来她给我写了一封信 就这封信 她告诉我 我不是不能跟你在一起 是因为我有病 她有病 她需要有 七七四十九 对同男同女 才能治好她的病 你了解吗 她的病是什么 她说 我只能跟你保证 我不会伤害我要找的这几小朋友 所以我就决定说 我为了我自己的爱情 我也要找到 七七四十九的同男同女给她 因为我想跟她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十年了 那你的哥哥是谁 我还在你房间发现了一封信 是你的哥哥写给你的 上面写着 小爱 事情办完了 凶 你也有凶 这个凶是我的一个江湖兄弟 那这个事情办完了 办的是什么事情 我的这个小兄弟 专门为我去寻找 七七四十九对同男同女 所以有可能 骆驼棚旁边的柱子上 那个飞镖上面信 有可能是你的那个凶 写给你的 那个不是我的凶 那个一定是另有其凶 我的这个兄弟 这一封信 是上一对同男同女留下来的 第四十八对 第四十八对 我的证据也说完了 好 非常清晰 雷小二共找到五条线索 他发现孩子真实身份 为贾府遗孤 艾将军可能为星上人偷走孩子 下面一个是邓冷漠 不许你的故事开始你的推理 本人倒冷漠 下面我要冷漠地推理一下 看完那三个孔冰锁了以后呢 我扭头发现地上 有一瓶打翻的酸奶 在这请问张客官 你说你从八点 一直在门口注视着房间 你说两个孩子都在 那你是在什么时候看到 这两个孩子的人影不见了 九点半 那你能保证在九点半之前 这两个孩子都在你的视线当中吗 我能保证 但是你知道吗 它有可能是一个 严实的 因为我看到的是影子 我认为不能局限于说九点半那个点 那在我观察天字一号房的时候 窗户外就是骆驼棚的那一面窗户 只有半扇窗户是开着的 所以让我很怀疑 孩子就是从这扇窗户逃出去的 然后我就走出门到了骆驼棚 我发现了一个大缸 上面写的是珍贵物品物动 但是我动了 我把那个大缸打开 打开了以后 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东西 就是那个小女孩 头上戴着的蓝色的那个发灸 就说明曾经有人把孩子藏在缸里过 所以由此我来推理的是 一个人从缸里把孩子拿出来的时候 无意中掉到缸里了 所以说这个孩子是被藏到缸里了 那藏到缸里的人 我觉得应该就是在客栈的人 而带走孩子的人 不是我们客栈的人 所以连接到刚才柱子上插着那封信 那个落款凶 我觉得就是这个凶 把孩子带走的 这件事情一定是有万因的 就是这个所谓的凶 这个人很关键 因为时间紧速 我就去了无情的房间 我只搜到了两个证据 贴的这个喜字 是你要结婚 还是已经结了吗 就是我等的那个人 明天很可能会回来跟我成亲 很可能会回来 你跟谁成亲啊 你的一周人 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吗 胖胖的 我等着小胖小了 小胖小 我的天哪 不行吗 胖子都是潜力股好不好 我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 也就是在你的柜子里 有很多的酒瓶 每个酒瓶上面写的是 想你的多少多少天 最后一天应该是 第3650天 也就是说十年的时间 我们的这个故事要从十年前说起 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岁 就是在马兰沙漠边上那个千里之外小镇 我第一次见到他 那时候他手里 就拿着一瓶 我们店里特有的酒 他当时给我倒了一杯 他问我 他说 姑娘 你知道饮酒和饮水之间的差别吗 我倒是好崇拜的概念 我知道 因为水会越喝越冷 你是 而酒会越喝越暖 我跟他没关系 他说 这就是我最爱的酒 我希望他来温暖你 所以那一瞬间我就决定 我这辈子只喝这种酒 我只爱这个人 你就是被他这句话打动的 我很幼稚是吗 不会 女人爱上一个人很有可能 就是因为一个很特别的原因 我的推理完了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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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冷漠共找到五条线索 他怀疑关键人物K 是李英万和偷走孩子 请雪无情开始自己的推理 我们在小二的房间找到的就是 一张连环画 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把孩子给你 我就可以换回来很多钱 五千两 但是我并没有 我选择把孩子送去一个好人家 理解了一下 我请我理解了一下 这不是说他并没有 而是他有一个计划 他先找到这两个孩子 换钱五千两 然后他进牢房 把这孩子给救出来 救出来之后 再找到一户好人家托付 于是他既可以保证 这两个孩子的安全 同时还可以获得五千两的赏金 这是他的计划 对吗 是的 何孤独史上拿的这把剑你认识吧 藏在一把伞中 是我的伞 床上有很多减肥的书 对不对 你们这 他有无数的书 这些书包括有 瘦男孩的运气不会太差 唱青给你小蛮腰 让你轻功水上飘 三种丹麦一生菌 身心愉悦一生气 你就是小炮夹 为什么会有这把剑呢 这把剑是我的爱豆同款 我从小就有一个爱豆 小胖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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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要瘦身呢 因为我想成为小胖侠那样的人 我想变胖 但是我怎么吃都吃不胖 所以我就反其道而行 想成为一个小瘦侠 反正我的确是小胖侠的 你是何时认识我的小胖侠 我在我小时候 你最后见他是什么时候 我最后见他 是小时候了 我没有再见过他了 你能不能看着我的眼睛 告诉我 你是不是小胖侠 姐我真不是小胖侠 姐你看我18岁 我不信 你为什么来我的店里 因为有爱将军的保护 黑白通吃 好吧 姑且信你吧 另外是 是我在中间天子二号房 发现的 那就是邓 对 这个信息是 我的乖乖儿啊 县兵部尚书 因为犯上被处死了 但其子女 偷偷被其同党带走 食乃祸焉 其同党神似异欲神犬哈士奇 鼻尖有志 为父不计 请以用江湖的办法 将他们捉拿下我负命 谨记忠义为先 这事我可以认 但是在之前呢 我通过哈士奇 我已经知道 叫哈士兄 我已经知道邓公公 其实就是我的杀父仇人 但是在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前 我确实对邓公公是很忠义的 至于你练功的这个事 因为他房间有一个这个 笔心弓秘籍是什么弓 这个弓就叫笔心弓 笔心弓名字很萌萌的 但是呢它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功效 只要这个被笔心弓击中的人 身体上就会留下一颗 带颜色的爱心 永远不会抹去 你给我们展示一下笔心弓 嗯 华 收并 终调高比星星 上星星 下星星 呼出两个小星星 寓情报告大爱心 一把抓住 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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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虽然我们俩是同门 但我是不一样的 我暴露了我的布朗墨 许无情共找到六条线索 他怀疑雷小二 就是自己等待十年的小胖侠 下一位到了 何孤独 接下来我分享一件事情 友情的房间里面有非常多的书 这些书都是讲述的 如何让孩子哭泣的方式 在我们这个马南沙漠 唯一的友情客栈里面 有两件事情很出名 第一就是包子好吃 第二就是夜里经常会有孩子的哭声 而这件事情事实上是有情有意为之的 因为他一直在读不同的书 研究怎么样能够让孩子哭 所以这48队已经找到的同男同女 他们的哭声是要吗难道 还是说孩子的眼泪能够治他的心病 另外友情的房间里面 我们好像是在一个什么东西 衣服里面包着这么一个 来自千里之外的爱的小铺的 一个小罐罐 这个罐罐里面有这么一封 等一下我们也找到了 艾将军房间里也有 这个我认 这是一对定情风 没错 它的里面是大黄蜂 我的里面是沙漠的沙子 你是风温 我是沙 我呸 我比中了比心拳还难受啊 这是我 报鸡啊 报鸡 送给友情的定情线 我想问一下你的罐子是放在哪儿的 超越凉 你是珍藏起来的对不对 没错 而它是 就是生怕被人看见 在一个衣服包着角角落落塞到那里边 就是眼不见心不烦的那种感觉 我不是泼你冷水 友情 如果对艾将军没有这方面的感情的话 他说的这个心病有可能是为了他的妹妹 也就是说两件事是一件事 真正需要小孩的就是在这儿 我今天呢在这个门口的沙漠里面发现一个围着的方形的小东西 我就问我们掌柜 我说吴晴啊 这是啥呀 他说这是我的苗圃 那是一片沙漠耶 他说这是他的苗圃 然后我就很好奇地我就拿了个东西去刨 他说你不要毁了我的种子 我的种子啊 我就奇怪了 在沙漠里面搞什么种植啊 我就越发好奇地去挖 结果呢挖挖挖挖 挖出一坨这样的东西 我能问一下这个种子你如何解释 这是当初小胖霞走之前 给了我这么一个墨上花的种子 他说如果等到墨上花开的那一天 他就来娶我 实话是说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种得出来 我真的是每一天想进各种办法 我浇水啊 我找各种不同的阳光的角度去照它 我还把他揣在怀里 真的我想进各种早上照晚上照 想进各种方法 这个无情的男人 所以如果这么说的话 等他开花了 他就回来娶你了 你知道你明天要结婚 也就是说你明天就知道他要开花了 他掌握了一个关键的信息 明天这个木头能开花 用一个我们还没发现的方法 我期待他明天能开花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你们三位关于这个孩子的作案的动机已经出现了 而雪无情没出现 雪无情在这里只有一个听起来有一点匪夷所思的十年前的一个莫名其妙的爱情故事 而这个爱情故事与这两个孩子毫无关系 他在干嘛 他在这个故事里存在 他与两个孩子的关键性的联系 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 我能分享的就是这些 和孤独共找到四条线索 他推测无情的身份 可能隐藏更大的玄机 好 下面请开始你的推理 艾将军 艾将军很生气 邓先生的房间发现了 一个布画 这不是布画 这是那个脸盆边上的毛巾 毛巾上头是邓冷摸自己的画像 同样的这条毛巾 我们用开水浇过之后 它的字就显示出来了 你要的人最早于三月 最后一日途经有间客栈 我们看表面就会分析成 他异父和他之间的沟通 是谁 是我江湖上的朋友 你那么冷漠还有朋友 你的朋友从来没有出现过 在所有的环节里 因为我的朋友也很冷漠 所以他不愿意出现 但我确实有很多冷漠的朋友 和我一样冷漠 你的朋友为什么想知道这个信息 不是我朋友要知道这个信息 是我要知道这个信息 因为我接到了 我义父给我下达的任务 所以我就问了我江湖上的朋友 让他们去打听 贾大人的孩子在哪儿 然后我的江湖朋友 就给我递了这封密信 另外无情 我今天觉得你这两个喜字的时候 我很吃惊 为什么我们俩撞在同一天 这个很可疑 还有一个点重复了 十年 对 我在怀疑他不是你哥哥 有情吗 我们喜欢的是同一个人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信息 十年前 我奉皇上之命 刚来到这个沙漠的时候 我去买胭脂 我在一家胭脂水粉店里 看到了一款最新的产品 我刚要去拿的时候 被旁边一个男生拿走了 这是我想要的 我就把剑脂过去了 非常的凶 这个男孩说给你 我就在那一刻 我深深地被他吸引了 但是我现在想一想 他为什么买胭脂 他送给谁 你的意思是 有可能十年前 你这段感情开始的时候 就错了 对方是心有所属的 艾将军共找到两条线索 他怀疑有情无情 不是兄妹 而是情人 我来总结一下 我就有一个地方 刚才也发现了 这一个签纸贺 上面写的是 昨日 鼻尖有智 神似异域神犬 哈士奇的男子 写两智子 去往马兰沙漠 有间客栈 不知是否与贾府灭门案有关 落款是 三月二十六日 凶 那请问何孤独 这个是谁写给你的呢 这是一个不重要的江湖同伴 都是江湖同伴 都是熊 它是所有人的熊 在调查这个贾府灭门案 对 我在为这两个孩子而来 我们第二楼勘查的时候 我们要关注一下作案过程 整个时间空间 包括八点到九点半 它是不是有延时作案的可能 因为我八点一直看到的是影子 它有没有可能孩子会有一个影子替身 案发的时间 我所知道的是九点半整 但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九点半整 好吧 我们祝福侦探把他投票了 邓冷漠领命而来 我确实对邓公公 将军为这心爱之人的心病 我为了我自己的爱情 我也要找到 七七四十九的同男同女给他 电小二位赏金而动 可以获得五千两的赏金 这是他的计划 对吗 师哥 雪无情和何孤独 难道不想要孩子 我完全不知道 孩子又为何凭空消失 侦探将总结推理 并投出第一票 我的孩子是在天字一号房走丢的 看窗户开着 怀疑二号三号房的客人比较大 二号是邓冷漠 他虽然动机很明确 但是我怀疑他没有得手 那就剩三号和孤独 第二名搜证 六名玩家进入现场 集体搜证 搜身 搜身 我们先有请两个 有可能在感情上 有纠葛的女人互搜 好吧 互搜 我看一眼 非常可能 他闭着眼睛享受 没有是吧 我觉得腰带了 你拿你拿你 他房间有个柜子 我就说钥匙 有个小箱子钥匙一定在身上 有一个水 两个女孩都搜完了 来 搜我老师弟 在哪儿 夹层里 一吹即晕 等一下我们看看这个是被用过了吗 给我看看 沙漠上的东西都属于我 我先看 收拾吧 这是 这个米药呢 确实是我随身携带的 第一呢 是江湖行走 防身用 第二呢 也确实 在今天的计划之中 本来准备完成任务用的 但是显而易见 这是一支没有用过的 但是显而易见 这是一支没有用过的 谁知道你还有没有另外一支 对 好 演了 松身 来 让我站到中间了 大理光了 有 有 有 听着东西 有 密函 重点是没有打开过的 哇 血手印 不要打开 为什么不打开 因为给我这封密函的人 要我千万不要打开 说打开就有杀身之祸 打开就有杀身之祸 打开谁有杀身之祸 你有我们就开吧 你有我们就开吧 你开吧 真太 你开吧 你开 你开 我们往后退 我觉得还是将军来吧 这个沙漠上的事都给你先看 你也跟自己说 我觉得他不会怕的 他是将军 我不怕 假 我 我与户部尚书 礼部尚书 邓公公受贿之证 他就是说他和户部尚书 礼部尚书一起来查了邓公公的事情 然后说这两位尚书之所以遇害 都是邓公公所为 让我把这个消息报告给皇上 你是假大人的人 我不能说我是假大人的人这么简单 松身 松身 我真的有 被邓公公击中的人 身体上就会留下一颗带颜色的爱心 永远不会抹去 说 怎么回事 我并不知道 他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上的 八年前 我在假大人府上醒来 我根本不知道我的过去 我问假大人 假大人说只是你我有缘 我把你救下 然后我就在假大人的府上 他照顾我 而我呢也发现假大人是一个忠臣 23号的时候 我回家发现 假大人整个府上被血洗 这个时候找到假大人的时候奄奄一息 我把他抱起来的时候 他给了我这封密函 他跟我说 孤独 你赶快把这封信给皇上 但是不要打开看 打开看之后就会有杀神之祸 所以我并不知道这个密函写的是什么 这个时候我又听说他的一双儿女 不见了 我就请江户上的朋友帮我查查 三天之后我知道消息 他有可能会跟随一个鼻尖有致 刑事易遇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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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奇 会跟着他经过这个有间客栈 于是我租了一个骆驼 尾随他来到这儿 但是我现在很奇怪的是你们中间有人知道我是谁吗 八年前你发生了什么事 你记不记得你什么时候发过功 这样 我们先开那个箱子 钥匙呢 对对对对对 是无情的房间的 这样呢 开了 要用搜集7749对童男童女取其眼泪 一次性的浇灌于墨上花种子之上 方可令墨上花瞬间盛开 难道这就是秘密 眼泪浇在墨上花上 眼泪 它是一个木头做的 我知道那只是一个容器 我去把它拿了 不是 那就是一个种子 不是不是不是 那应该是个容器 那不 那 那是种子 那是种子 因为你们看 它是两层的 能打开吗 我把我的种子 这是谁给你的 这是我的小胖家 小胖家 不对 你先别 你看它有个洞 黄伯伯它有可能 就真的只是个种子 真的只是个种子 不对 我觉得它这个中间肯定有东西 就你这样我觉得 我真的种不出来了 有东西 它不是种子 太强了 不然它绝不能做成这种加薪的 写的什么 无情 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可能已经不在了 武军圣名奈何奸臣阴险狡诈 我必须尽我所能做正义之事 尽我所能做正义之事 刺杀邓贼 然而邓贼身 变贼身严 我此行一去 凶多吉少 莫上花 是一个传说 这并不是莫上花的种子 你好自珍重 忘了我爸小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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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跟小胖家结婚 嗯 她说如果等到 莫上花开的那一天 她就来去 我真的是每一天 想进各种办法 我浇水啊 我找各种不同的 阳光的角度去照她 我还把它拆在怀里 真的我想进各种 早上照 晚上照 想进各种方法的人 还没有终出来 她等了十年 但是我觉得她其实 还是给了你一个希望 别难过了二爽贵 哎呀 我再也不误会你了 你还有小兽侠呢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 记不记得我到这儿之后 写了一首孤独探 嗯 这是我的诗 因为我就是写这种圆圆的 胖胖字的 你是小胖下 我此行一去凶多吉少 八年前 我在贾大人府上醒了 我根本不知道我的过去 贾大人说 只是以我有缘 我把你救下 所以我是小胖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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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我的爱豆啊 我的字好丑 你到底是不是 没事 没事不哭不哭 我可以跟你结婚 我可以跟你结婚 怪不得我今天要穿成这样 我可以结婚 大喜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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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没管别的了 怪不得我一进来 我一进来你不理我 你说我没钱 然后我说今天咱穿成这样 咱结婚吧 显然今天是我俩大喜的日子 哎呀 天哪 我有问题 所以你是怎么知道 你今天要结婚的 他就是知道今天晚上 他来了之后 那两个小孩就是 他最后要凑齐的一对了 对对对对对 这就是他的动机 那等一下 我想问一下友情 到底是爱他的吗 友情爱我吗 我觉得有的话应该 哥哥跟你说比较合适 不是哥哥 我跟你说比较合适 那我想是哥哥的房间 哥哥的房间在哪 哪个是哥哥的房间 这边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怎么打不开啊 怎么打不开啊 那这是应该怎么开的呢 还是 我们有没有什么信号 同时按住每个点 它就会开呢 好 我少一个手 这边你在这边 开了吗 没有 开了吗 你按住了啊 第二个 开了吗 这是个什么东西 来 你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我觉得彩虹照到家里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那是屋顶间 肯定不是唱歌 应该是找颜色相关的东西 你看一下 是不是还会有一个密道 什么之类的 来 来 咱俩把这个 你看 你看 果然有东西 这是什么 小朋友 小朋友 按照颜色顺序 是按照它的数字 以顺序来比 就数它的 就是按几下 对 然后就按照顺序 好紧张 我好紧张啊 何侦探小讲堂 开课了 当侦探跟买东西一样 都有三字秘诀 听 多 多 当侦探要拼线索 多看 多分析 而买东西呢 要拼着买 多分享 多优惠 所以 当侦探和购物都要 拼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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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拼多多 来一起一起拼多多 不管有事没事拼多多 拼多多 拼多多 拼得多 拼得多 想得多 拼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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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随时随地拼多多 拼多多 拼多多 两亿人都在拼到购物APP 拼多多 为你送来下节剧套 侦探 中大发现 我不认识他们 我在这一刻我才发现我是个姑娘 什么 天涯何处无方草 你也可以多看我机 不敢看我 你不怕我会打人啊 就是你 真的不是他 哈哈哈 我是大侦探 我是大侦探 官方合作伙伴 AI智能拍照 让美更自然 全新拍照手机 OPPO25 我是大侦探 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 两亿人都在拼的购物APP 拼多多 我是大侦探 官方合作伙伴 于米告别传统家电 就选于米全无互联网家电 唱清 我是大侦探 待会儿见 唱清 我是大侦探 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有机好酸奶 神星更唱清 唱清 独家冠名播出的 我是大侦探 我是大侦探 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 两亿人都在拼的购物APP 拼多多 我是大侦探 官方合作伙伴 云米告别传统家电 教寻云米全无互联网家电 有间客栈的秘密 即将浮出水面 我可能已经不在了 墨上花 这是一个传说 墨上花 只是和孤独诗以前 一个善意的谎言 一吹即晕 行出现的邓冷漠的迷烟 会是导致小孩无声无息 被带走的关键吗 胡子 有人在扮老人 这是什么 一个 纱布吗 纱布吗 等一下 这是不是你们女孩子用来裹胸的 会不会无情和友情就是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 所以无情和友情从来没有同时出现在客栈里面 是吗 对 无情和友情是一个人 无情 你就是友情 对吗 对 我就在那一刻 我看到一个刷了牙的男孩 洗过脚的男孩 身上无体香的男孩 我深深地被她洗脸了 因为我想跟她在一起 我一定会逼她跟我结婚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关系很难靠近 所以十年前 是我在胭脂店遇到了你对不对 怪不得她刷牙 对不起 我一个姑娘在大漠我实在是身不由己 我只有平常装成男孩 我才能不被欺负 我本来是想 等小胖家回来的时候 我再跟你说对不起 我现在觉得你离我好远好远 你离我好远好远 你离我好远好远 你围着啊 你别别吐到自己身上了 你知不知道我第一天覺得自己像个姑娘了 你每天都像个姑娘一些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你可以多看我几眼 你干吗 你看我虽然是个店小二 但是我心中还是有大事项的 你不怕我会打人啊 我不怕 我当然不怕了 走吧姐我们去找证据 对就这么巧 小心坑 我告诉你你别聊我 好嘞好嘞 酒都没喝完 你多浪费 我在这一刻 我才发现我是个姑娘 你真是个姑娘啊 没人说你是个大老爷们啊 你要是个大老爷们反而对了 你爱的是个姑娘 我凶的那个是我好不好 不是你 我没事 抱抱 过来 终于可以光明正大抱了 以前反而不能抱 快来破案 唱青给你小蛮腰 让你青宫水上飘 三种丹麦一生菌 身心愉悦 一身青 怪不得她腰那么细呢 原来是和唱青合 身心唱青 思路更轻 唱青 这是什么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净水气 插舞 侦探 怎么了 走到一封信 又是凶险 亲爱的弟 每当我吃到包子布的黄金大包 就会想起儿时与你一同在镇上浪迹的日子 不要忘了我们的打击凶 这是写给你的吗 这儿的确是我的 那所以凶是你的凶 是我的哥哥 我的确有一个哥哥 好 那你们的大忌是什么 我们大忌随时我们画的那个图 四格漫画 记得吧 我会带着孩子们去往千里之外 凶 凶 你的凶 他也有个凶 他也有个凶 香囊里面的纸条 我为父遭遇不测 你们可去我一个叫和孤独的大侠 他是为父的好兄弟 他一定会帮助你们的孩子 谨记为父所言 托付给我了 你刚才在喊侦探你是发现了什么 就是这张 凶的信 写给谁的 刘晓二 刘晓二 你们不能现在是能 一个新线索 就怀疑一个新的人 就是我们必须把那个小孩 是怎么弄出去的这个想明白 才好 首先第一点 他是怎么进到那个房间 在大家都不注意的情况下 刚才以为我们的窗是死的 但其实他是有通道的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发现这两个蜡烛 假如是 延时装置的话 就只可能是有光源 有光源有物体 是不是 大家投影的那么大 只可能离窗 特别近 否则不可能产生这样的 最难的 我刚才也在找 最难的就是物体 他拿什么来代替孩子 我觉得 要不我们就 就推是这个 假设就是这个呢 这肯定得离得近 才能看出来 你是 得贴近 他才会有影子 你看 得到特别近 除非光源特别强 我觉得我们 一是光源特别强 第二是离特别近 我们不可以推这个影子 这个大小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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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得推 不符合物理原理 怎么这么说有事 我们在这再找找 给我给我给我这个 小松火烛 无烟木材 强调的是无烟 就即便着起来了 也不会有烟 这是个拼图吗 很显然 是个小孩的影子 这是女孩 这是那个男孩 你看梳一个朝天灸 投影的应该是这个 这一段空白的 这也就是说 这是个废料 这是个模子 这是个模子 里边那个东西 烧没了 所以他强调是无烟木材 对 里边那个东西 烧没了 那就应该是小孩 提前就已经被运出来了 等一下 这个东西 是谁把它埋到图里面的呢 侦探 一对一审问 侦探拥有单独审玩家的权利 你觉得是谁 而现在还是会怀疑爱将军和小二 我觉得小二的动机其实很大 尤其是他兄长给他写的那封信 这封信一定是很早很早之前写的 因为他藏在了一个很隐秘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和他的兄长之前就有大忌 好 第二个帮我叫吴晴 你会谁 目前我觉得是邓冷漠 和雷小二 而且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当初他为什么要做一个岩石装置 就是怕被你给识破 我甚至觉得这个人就应该是在你的身边 因为我不知道当初有没有人去干扰过你 打断一下 打断一下 来了 有重大发现 你知道在哪找到的吗 就在我们怀疑孩子被从那个窗户放下去的窗户底下 在沙子里有爬出来的 一吹即晕 这是用过的 冷漠同款 走我们出去直接问他 我们出去 第二次集中推理 搜证后 六名玩家总结推理思路 好 集体讨论 我有话说 刚才最大的嫌疑人 又回到我身上了 我先替我自己 先辩解一下 那个迷奥确实跟我的是同款 但是我的任务是要三个人打包一起带走 而不是只有两个孩子 先我把何孤独排除了 他是来保护这两个孩子的 刚才有封信是把孩子托付给了我 但是托付是不是也意味着要把那个两个孩子 把孩子托付给了我 把孩子托付给了我 但是托付是不是也意味着要把那个两个孩子 从你身边带走才是安全的 因为有一封信是说 你跟那个谁是同党 对吗 有可能是为了保护孩子 才要把他从一个危险的人身边带走 这个说法我同意 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细节 我们第一次见到何孤独的时候 他就摔倒在这个地上的门口 他不可能无缘无故 就这么设计的这么一个动作 在门口摔了一下 因为也没有综艺效果 也没有综艺效果 所以这一下一定是有 猫腻的 很遗憾你觉得这个没有综艺效果 真的 我来说说我的推理 这一次的关键人物K 他有两个很重要的特征 第一点有胸 帮他把孩子带到千里之外 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可以排除的一个人 是无情 因为无情的凶就是他本人 无情即有情 所以他在外边没有人帮忙 剩下的三个人 邓龙墨有凶 雷小二有凶 然后艾将军有凶 接下来很重要一点就是 关键地点千里之外 为什么孩子得手之后要送到千里之外 那必须是他的一个据点 千里之外 与邓龙墨没关系 千里之外是你的家 千里之外也是艾将军的管辖地 我还想补充一点 能在这个有间客栈 找到这个木板的人 我觉得一定是对这儿非常熟悉的 总结一下 我先起来伸个懒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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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投票吧 单独投票 六位玩家注意进行非公开投票 好 现在准备投票 英雄榜 天哪 点一下就行了吧 对不起了 对不起了 我个人觉得雷小二和艾将军比较可疑 所以我这一票投给非常可爱的艾将军 就是你了 玩得不错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哼哈哈哈哈哈哈 marathon 就是你 走啦 走完� 我刚才又仔细想了一下 我把目标还锁定到是 爱江玉君和雷小二谁上 侦探二次投票 有几个关键的信息 可以排除和孤独 邓冷漠 爱和小二都有这个胸 通过胸可以排除无情 既然知道这个无烟木板在哪 说明这个K一定对客栈的环境很熟悉 这一点排除了和孤独跟邓冷漠 将军和雷小二 这两个人都可以把人送到千里之外小镇 真相公开 揭晓关键人物K的身份和故事 因为我曾经参与过类似的节目的录制 我必须要对三位 我们雪爱 然后邓伦 还有我们小爱 我要置以最高的敬意 了不起了不起 玩得非常棒 真的很厉害 我们来宣布结果吧 好不好 大型情景类一致互动推理秀 长青我是大侦探之有间客栈主 获得最多职任的关键人物K到底是谁 现在公开投票结果 首先将公开获得零票的安全玩家 得到零票的是 除侦探外的五位玩家中 有两位玩家获得了零票 得到零票的就是 是谁呢 二掌柜吴晴 你没输我 以及 比星宫大神 邓冷漠 恭喜二位可一性暂时解除 谁投了我 接下来在 剩下的三位玩家中 获得一票的玩家 获得一票的玩家 会是谁呢 肯定是我 我都知道是谁投的我 不可能 你才一票 获得一票的玩家就是 艾将军 在剩下的可疑对象 何孤独 爱将军中 要平票就精彩了 并不是平票 好 二四 如果是我四票的话 我收回刚才对新玩家的夸奖 并且 永不录用 突然放不下狠话了 突然又心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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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都不容易 来 来吧 接下来 将直接公开获得四票的那位玩家 他就是 他就是 雷小二旁边的 瞧你站着位置 瞧你站着位置 他刚才说 何孤独 他刚才说 何孤独 获得四票 什么 被指认为本期的关键人物K 何孤独 你有什么想说的 我不想说话 对于新玩家怎么评价 对于新玩家我不认识他们 我四票 我玩的这么差吗 被指认的何孤独 他真的是关键人物K吗 请何孤独去到真相之所 好紧张啊 我插入钥匙 如果五秒钟没有反应 就锁定失败 如果我插进去 就灯光亮了 音乐响了 齿轮转了 就说明大家指认成功了 我插了啊 行 我紧张 我紧张 哎呀 我上了啊 哦 不敢看了 我是大侦探 官方合作伙伴 AI智能拍照 让美更自然 全新拍照手机OPPO25 我是大侦探 首席合作伙伴 拼多多2亿人都在拼的 购物APP拼多多 我是大侦探 官方合作伙伴于米 告别传统家电 就选于米全无互联网家电 唱清 我是大侦探 待会儿见 唱清 我是大侦探 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有机好酸奶 神星更唱清 唱清 独家冠名播出的 我是大侦探 我是大侦探推荐APP 今日头条 你关心的才是头条 我插入钥匙 如果5秒钟没有反应 就锁定失败 如果我插进去 就灯光亮了 音乐响了 齿轮转了 就说明大家指认成功了 我插了啊 不行 我紧张 我紧张 哎呀 我插了啊 5 4 4 3 2 我不敢看了 1 锁定失败 可以 逃脱 真的不是他 虽然游戏失败 玩家可再次选择 一名玩家查明身份 进去的时候 他应该是趴着的 因为我们都是成年人 所以如果他们趴着在地上走的话 衣服上会不会蹭到酸奶呢 从我从厨房搜到最后一封 雷小二的信的时候 是他的胸写给他的 这封信一定是很久很久之前写给他的 而不是这几天 他们早就有一个计划 所以我相信是提前计划好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客栈的自己人 这几天 他应该是最后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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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K就是我 我就是雷小二 今天我看见张客官 独自一人在大唐饮酒 于是我灵机一动 决定利用光影效果 制造一个障眼法 首先我从厨房翻到了窗外 取了两块骆驼棚中的薄木板 才成了男孩和女孩的形状 再往天字一号房 也就是张客官的房内 吹了一股迷烟将孩子迷倒 然后我戴上口罩再翻进屋内 因为担心自己的身影被投射到门上 所以我全程跪伏在地上 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抱出窗外 以至于我的腿上蹭到了 张客官房间地板上酸奶的痕迹 早在张客官发现 他的孩子丢失之前的一个小时 我就已经将孩子转移出了房间 并通知我的哥哥将其带走 时间在八点十分到八点半之内 其实说实话 fürs撕护שים 你们完全露了个细节 每个人房间都有换洗的衣服 你们每个不都 Giange 买了一套衣服 我换了一套衣服 了不起了不起 厉害厉害 ди distribuição 项 shed paperwork 为什么大家对江湖的故事 或者对侠客的故事 这么感兴趣 其实是因为侠客们 他们的情感特别简单 他会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 他就会坚持很长时间 比如说对于小胖侠的崇拜 他成为他一辈子的目标 比如说曾经就是因为 这个人干干干干干打动了他 他会爱他十年 比如说一个对自己有恩的人 不了解情况的时候 他会愿意为他生为他死 我觉得其实在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去简单的理由 爱上一个人或者爱上一件事 但后来长大了之后 因为种种的原因的干扰 我们的爱就会变得没有那么透明 更重要的是没有那么持久 没有那么坚持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 喜欢上一件事 喜欢上一个人 还是要坚持要不忘初心 这样的话才会有那么 纯粹和浓烈的那种情感出来 出头 所以江湖上的人 他们的感觉会特别可爱 就是特别的 一眼万眼 是是是是是 很动人的 客栈后转 一次意外 竟然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 邓公公的恶行 得到应有的惩罚 邓冷漠和张客官 也被爱将军拿下 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吴晴也得到了爱将军的原谅 一切事毙后 和孤独与吴晴 在大漠中的这间客栈中 带着贾大人的两个孩子 相濡以沫 相守到老 将沙漠 化成一片爱的绿洲 我是大侦探官方合作伙伴 AI智能拍照 让美更自然 全新拍照手机OPPO R15 我是大侦探 首席合作伙伴 拼多多两亿人都在拼的 购物APP拼多多 我是大侦探官方合作伙伴 于米 告别传统家电 就选于米全无互联网家电 唱清 我是大侦探 待会儿见 唱清 我是大侦探 现在继续 我是大侦探 首席合作伙伴 拼多多 两亿人都在拼的 购物APP拼多多 拼多多 两亿人都在拼的 购物APP拼多多 提醒您下期节奏 我心情会和一期 我的英雄小伴 还有 关于我青春的那个街道 那时的我们 看着还诸葛伯 唱着香烟酒吧 为足球而疯狂 为爱情而落泪 我爱情而落泪 快乐大飞赢 谢谢唐一云 我不只是怀念青春时期的那个自己 还有1998年 那个街道上 奇怪的灵类皆返 我沉迷于学习 我一起学习我就难受 所以我现在也不太舒服 纯纯纯 送给你 纯纯 纯纯 送给你的礼物 我是不会跳伦巴的伦巴 爱死多米酒啊 吗 英格历史提前 哇 你是纯正能跟北京 出了司机学的英雄兰是吧 我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一见人就喜欢打招呼的雷猴啊 雷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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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地 都跟我跳出来 B2 3 4 5 6 7 一起来蹦地 来 跳起来 好棒啊 修许了解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